大家好,我是Coach Henry 和大家分享 小小小小,千萬不要看的位置 請大家訂閱我的頻道,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讓很多的朋友都可以去 On the serve 很多朋友都會練習他們的 trophy position 我小時候經常練習 我經常會練習,看著拍鏡 去練這個 trophy position 有一點不好的關係就是 我們會看著拍鏡 或者看著手 我以前試過 習慣了,就會失去練習的好處 所以記住,當你一兩下看完之後 或者看著鏡頭,你會看著自己的動作之後 你一定要確定看著球 你可以檢查一下位置 例如,我們會教很多朋友 當他們踢到位置的時候 手的蝸入,不是蝸入 任何原因都好 我們今天不是討論蝸入,蝸入的問題 但是,當你練熟了之後 你想蝸入 你應該在看上面都知道自己是蝸入 如果你想蝸入 你都知道自己是蝸入 或者高腿 低腿 等等 所以你要記住 當你練完幾下 shallow movement之後 你是忙的 記住要練幾下是不忙的 就是做一個動作 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球在上面 激球 然後看球 再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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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的分享就是 記住 千萬不要忙 有一些位置 因為你會沒有了 你那個 學習的感受 浪費了 還要練習 不如練多 一件事就是你的感覺 好嗎 好,我們自己再聊 我希望大家看見 你們在新鮮學習 在新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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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